历代之下 第十三章 耶罗伯安亡十八年 亚比亚登基做犹大王 在耶路撒冷做亡三年 他母亲名叫米盖亚 是基比亚人污列的女儿 亚比亚常与耶罗伯安征战 有一次 亚比亚率领挑选的兵四十万百阵 都是勇敢的战士 耶罗伯安也挑选大能的勇士八十万 对亚比亚百阵 亚比亚站在以法连山地中的喜马连山上说 耶罗伯安和以色列众人啊 要听我说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曾立颜约 将以色列国永远赐给大卫和他的子孙 你们不知道吗 不奈大卫儿子所罗门的臣仆 你把儿子耶罗伯安起来背叛他的主人 有些无赖的匪徒聚集跟从他 陈强攻击所罗门的儿子罗伯安 那时罗伯安还幼弱 不能抵挡他们 现在你们有意抗拒大卫子孙手下 所知耶和华的国 你们的人也甚多 你们那里又有耶罗伯安为你们所造 当作神的精牛毒 你们不是虚逐耶和华的祭司 亚伦的后裔和立位人吗 不是照着外邦人的恶俗为自己立祭司吗 无论何人 千亿只公牛毒 七只公冥羊 将自己分别出来 就可做虚无之神的祭司 至于我们 耶和华是我们的神 我们并没有离弃他 我们有侍奉耶和华的祭司 都是亚伦的后裔 并有立位人各尽其职 每日早晚向耶和华献凡祭 烧美香 又在金金的桌子上摆成设柄 又有金灯台和灯盏 每晚点起 因为我们遵守耶和华 我们神的命 唯有你们离弃了他 率领我们的是神 我们这里也有神的祭司 拿号向你们吹出大声 以色列人啊 不要与耶和华 你们列祖的神征战 因你们必不能哼哄 耶罗伯安却在 犹大人的后头设伏兵 这样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的前头 伏兵在犹大人的后头 犹大人回头观看 见前后都有敌兵 就呼求耶和华 祭司也吹号 于是犹大人呐喊 犹大人呐喊的时候 神就是耶罗伯安和 以色列众人 败在亚比亚与犹大人面前 以色列人在犹大人面前逃跑 神将他们交在犹大人手里 亚比亚和他的军兵大大杀戮 以色列人 以色列人突倒死亡的精兵有五十万 那时 以色列人被制服了 有大人得胜 是因依靠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亚比亚追赶耶罗伯安 供取了他的几座城 就是伯特利和属伯特利的阵势 耶沙拿和属耶沙拿的阵势 以法拉因 和属以法拉因的阵势 亚比亚在世的时候 耶罗伯安不能再强盛 耶和华攻击他 他就死了 亚比亚却渐渐强盛 娶妻妾十四个 生了二十二个儿子 十六个女儿 亚比亚其余的事 和他的言行 都写在先知异多的传上 历代之下 第十四章 亚比亚与他列祖同睡 葬在大卫城里 他儿子亚萨 接续他作王 亚萨年间 国中太平十年 亚萨行耶和华 他神眼中 看为善为正的事 除掉外邦神的坛 和秋坛 打碎筑像 砍下木偶 吩咐犹大人 寻求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遵行他的律法 解命 又在犹大各成义 除掉秋坛和日相 那时国想太平 又在犹大建造了几座坚固城 国中太平数年 没有战争 因为耶和华赐他平安 他对犹大人说 我们要建造这些城义 四为竹墙 盖楼 安门坐栓 地还属我们 是因寻求耶和华 我们的神 我们既寻求他 他就赐我们四尽平安 于是建造成义 诸事亨通 亚萨的军兵 出自犹大拿盾牌 拿枪的三十万人 出自边亚敏 拿盾牌 拉弓的二十八万人 这都是大能的勇士 有古时王谢拉 率领军兵一百万 战车三百辆 出来攻击犹大人 到了玛丽莎 于是亚萨出去 与他迎敌 就在玛丽莎的西法谷 彼此摆阵 亚萨呼求耶和华 他的神说 耶和华 唯有你能帮助软弱的 胜过强盛的 耶和华 我们的神啊 求你帮助我们 因为我们仰赖你 奉你的名 来攻击这大军 耶和华 你是我们的神 不要容忍胜过你 于是 耶和华使古诗人 败在亚萨和犹大人面前 古诗人就逃跑了 亚萨和跟随他的军兵 追赶他们 直到基拉尔 古诗人 被杀的甚多 不能再强盛 因为败在 耶和华 与他军兵面前 犹大人 就夺了许多财物 又打破 基拉尔四围的诚意 耶和华 使其中的人 都甚恐惧 犹大人 又将所有的城 路略一空 因其中的财物甚多 又毁坏了群处的眷 夺取许多的羊和骆驼 就回耶路撒冷去了 历代之下 第十五章 神的灵感动恶德的儿子 亚萨利亚 他出来迎接亚萨 亚萨和犹大 便雅命众人啊 要听我说 你们若顺从耶和华 耶和华 必与你们同在 你们若寻求他 就必寻见 你们若离弃他 他必离弃你们 以色列人不信真神 没有训悔的祭祀 也没有律法 已经好久了 但他们在急难的时候 归向耶和华 以色列的神 寻求他 他就被他们寻见 那时 出入的人不得平安 列国的居民都遭大乱 这国攻击那国 这城攻击那城 互相破坏 因为神用各样灾难 扰乱他们 现在你们要刚强 不要手软 因你们所行的 必得赏赐 亚萨听见这话 和恶德儿子先知 亚萨利亚的预言 就壮其胆来 在犹大 遍雅敏全地 并以法连山地 所夺的各城 将可增之物 尽都除掉 又在耶和华殿的廊前 重新修筑 耶和华的坛 又招聚 犹大 遍雅敏的众人 并他们中间 寄居的 以法连人 马拿西人 西缅人 有许多以色列人 归降亚萨 因见耶和华 他的神 与他同在 亚萨十五年三月 他们都聚集在 耶路撒冷 当日 他们从索取的 卤物中 将牛七百只 羊七千只 献给耶和华 他们就立约 要尽心尽性地 寻求耶和华 他们列祖的神 凡不寻求耶和华 以色列神的 无论大小 男女 必被致死 他们就大声欢呼 吹号吹脚 向耶和华启示 犹大众人 为所起的 是欢喜 因他们是尽心 启示 尽意寻求 耶和华 耶和华 就被他们寻见 且赐他们 四尽平安 亚萨王 贬了他祖母 马家太后的位 因他造了 可憎的偶像 亚舍拉 亚萨砍下他的偶像 倒得粉碎 烧在吉伦西边 只是 秋潭还没有从 以色列中废去 然而 亚萨的心 一生成实 亚萨将他父 所分别为圣 与自己 所分别为圣的 金银和器皿 都奉到神的殿里 从这时 直到亚萨三十五年 都没有征战的事 西伯来书 第十章 律法既是将来美式的影儿 不是本物的真相 总不能借着每年 长线一样的纪物 将那近前来的人 得以完全 若不然 献祭的事 岂不早已止住了吗 因为礼拜的人 良心既被洁净 就不再觉得有罪了 但这些祭物 是叫人 每年想起罪来 因为公牛 和山羊的血 断不能除罪 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 就说 神啊 祭物和礼物 是你不愿意的 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 凡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喜欢的 那时我说 神啊 我来了 我要照你的旨意行 我的事 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以上说 祭物和礼物 凡祭和赎罪祭 是你不愿意的 也是你不喜欢的 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 后又说 我来了 为要照你的旨意行 可见它是除去在先的 为要立定在后的 我们凭着旨意 靠耶稣基督 只一次献上祂的身体 就得以成圣 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 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 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但基督献了一次 永远的赎罪祭 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 从此 等候祂仇敌 成了祂的脚凳 因为祂一次献祭 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 永远完全 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 因为祂既已说过 主说 那些日子以后 我与他们所立的约 乃是这样 我要将我的律法 写在他们心上 又要放在他们的里面 以后就说 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迁 和他们的过犯 这些罪过 既已赦免 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 弟兄们 我们既因耶稣的血 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 是借着祂给我们 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 从曼子经过 这曼子就是祂的身体 又有一位大祭司 治理神的家 并我们心中 天良的亏欠 已经洒去 身体用清水洗净了 就当存着诚心 和充足的信心 来到神面前 也要坚守 我们所承认的指望 不致摇动 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又要彼此相顾 激发爱心 勉励行善 你们不可停止聚会 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 倒要彼此劝勉 既知道那日子临近 就更当如此 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 若故意犯罪 赎罪的记忆 就再没有了 唯有占据等候审判 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 人干犯摩西的律法 凭两三个见证人 尚且不得连续而死 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 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 当作平常 又泄满施恩的圣灵 你们想 他要受的刑罚 该怎样加重呢 因为我们知道谁说 深渊在我 我必报应 又说 主要审判他的百姓 落在永生神的手里 真是可怕的 你们要追念往日 蒙了光照以后 所忍受大征担的各样苦难 以免被毁谤 遭患难 成了戏警 叫众人观看 以免陪伴那些受这样苦难的人 因为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 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 也甘心忍受 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 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 存这样的心 必得大赏赐 你们必须忍耐 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 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 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 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眼 只是一人必因性得生 他若退后 我心里就不喜欢他 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 乃是有信心 以至灵魂得救的人 诗篇 第五十篇 雅萨的诗 大能者神 耶和华已经发言招呼天下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 从全美的西安中 神已经发光了 我们的神要来 绝不闭口 有烈火在他面前吞灭 有暴风在他四围大瓜 他招呼上天下地 为要审判他的名 说 招聚我的圣民到我这里来 就是那些用祭物 与我立约的人 诸天必表明他的公义 因为神是施行审判的 我的民啊 你们当听我的话 以色列呀 我要劝诫你 我是神 是你的神 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 你的烦祭藏在我面前 我不从你家中娶公牛 也不从你眷内娶山羊 因为树林中的柏兽是我的 千山上的牲畜也是我的 山中的飞鸟我都知道 野地的走兽也都属我 我若是饥饿 我不用告诉你 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 都是我的 我岂吃公牛的肉呢 我岂喝山羊的血呢 你们要以感谢为寄宪与神 又要向至高者还你的愿 并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 我必搭救你 你也要荣耀我 但神对恶人说 你怎敢传说我的律例 口中提到我的约呢 其实你恨恶管教 将我的言语丢在背后 你见了盗贼 就乐意与他同伙 又与行奸淫的人一同有份 你口认说恶言 你舌编造诡诈 你做着毁谤你的兄弟 缠毁你亲母的儿子 你行了这些事 我还闭口不言 你想我恰和你一样 其实我要责备你 将这些事摆在你眼前 你们忘记神的 要思想这事 免得我把你们撕碎 无人大救 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而行的 我必须他得着我的救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